天涯路远 终有重逢之际 咱们山庄啊 一年四季都有各自盛景 各有各的风流 春雨杜鹃花海 夏赏凤凰花开 秋来当贵飘香 冬有寒梅应雪 师父 弟子回来了 以前 不是这样的 一定是 院子太久没人住 所以慌了 没事的 收拾收拾就好了 师父疾病离世 一路之前 把四季山庄托付给我 少年装装 年幼可欺 黑道白道 来找麻烦的人层出不穷 我住了两年 眼睁睁地看着 你一个个书博 为了保护四季山庄而死 我父亲 你是仙剑王的左膀右臂 当代计划 我父亲没有客 还担心身边没有客信之人 你写心求我过去帮他 秦淮章 是我的首页恩师 本门曾以四季花长载 九州市境之 相遇江湖 我是六岁时人 家世突然病逝 我无力保全四季山庄 微迷我追 便带着满满的精锐 投奔了周家世代 小龙的竞争节目史 以此为根据 出名的铁庄 没想到 但跟随我的山庄 全都沦为了权力的一圈 山庄旧部八十一人 初隔凋零 到最后剩我一个 一头是天下苍生 一头是不知道还要几天可以死 一头是天下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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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身寻刀 横树多不亏 我怕上 能以无庸之身 做有用之事 何止大幸 我和王爷之间 有了私情 恩怨哪 我为了大义 我断然不能够杀 剑王在西北 大权在握 但是身边的人 同样也虎视眈眈 我若杀了他 周围的人必定揭杆而起 我只有将他打伤 让他缠绵并塌 使别人难以上位 才会达到龙虎相争的平衡 四季化常在 九州世尽之 周某半生漂流 做过违心之事 杀过违心之人 本想着浪迹天涯 随死即买 想不到老天 对我周某的命运 原来另有安排 原来另有安排 脾气贪烂 今年一定是个好年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还有谁 还有谁 对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